外国人在新加坡购买住宅物业 现在必须额外支付60%的买方印花税 是之前的30%的两倍 它是于2023年4月27日生效 许多分析师认为 虽然印花税翻番是最新一轮房地产降温措施中 涨幅最大的一次 但从长远来看 不会抑制新加坡房地产的需求 这种共识有很多原因 主要原因是 人们普遍认为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避风港 事实上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 大量超富裕和高净值的外国人 涌入新加坡 主要是因为新加坡是他们带着家人和孩子 来这里寻求教育的理想之地 然后他们想在这里扎根 因为这对他们来说 这里是一个非常安全和舒适的环境 因此 这些买家不会转向其他城市投资 许多人甚至可能会考虑提前申请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 当他们去比较亚洲的其他国家时 他们会认为新加坡是名列前茅 另一个原因是 这些超级富有的外国买家中的许多人真正担心的是 最近的印花税上调可能不是最后一次 其中一些买家可能会认为 如果住宅物业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抑制 60%的印花税将会可能再次提高 虽然许多外国超级富豪最初可能会不愿购买 但他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受供需经济学的现实 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最终可能仍会咬紧牙关 继续前进并尽快在新加坡购买他们所选择的房产 根据新加坡政府市区重建局数据 2023年第一季度外国买家的比例 大幅增加至6.9% 而去年同期仅为3.1% 因此作为一种资产类别 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兴趣依然强劲 新加坡在基础设施方面是排名世界第一 并且拥有非常好的教育体系 因此许多人都认为物业价格虽然上涨 但实际上是为这些好因素付出的代价 颇受欢迎的新加坡房地产门户网站 Property Guru集团也指出 即使新的印花税上调 外国人仍会被吸引到这里购买房产 而上海等城市的房价比新加坡要高得多 而且还在上涨中 因此即使额外征收60%的关税 他们可能会发现这里的价格仍然很便宜 许多新加坡房产买家都认为 从长远眼观来看 需求将会继续保持强劲 并希望对此很充满信心 好了 我的视频到此结束 请期待我的下一个视频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